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要煮鸡骨茶 这边有半只鸡 然后我准备了这个 这个就是肉骨茶包 还有鸡筋块 一点的枸杞 蒜头 我用三粒 然后葱 青葱 这个你可以选择性的 个人喜欢 你要放也可以 不放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还有这个就是鱼竹片 金针菇 冬菇 这个豆腐菇 还有就是这个已经炸好的豆腐皮 ok 好首先我们先准备2000ml的水 然后把它 泡滚 我们才把材料放进去 好现在我们的这个 水已经滚了 可以把这个茶包放进去 还有一组放进去 蒜头 放进去 冬菇 放进去 好现在这个汤已经出味了 好现在这个汤已经出味了 把鸡放进去 好我们继续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 好现在已经30分钟了 看看我们的汤 现在我要加调味料 加入蚝油 一汤匙 加入塞油 增加它的色泽 好咸 还有是鸡筋块 放一半下去 OK 就是这样子 放一半 然后我们继续 好,现在我准备把金针菇和豆腐放进去 这个我最高放 我会怕它会煮得太太软 加入一点盐去一记个人口味添加 好吗 好了,我的鸡骨茶已经煮好了 现在我要把汤才炸好的豆腐皮放进去 然后加入一点春花 好啦,可以上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OK,拜拜,我要开动了